雲端上有一個說明 就是將MICE CAI改為獨檔的方式 也就是說呢 大概現在只有12個月還比較少 將來你可以 也許試試看吧 因為之前已經有同學 很認真 把全民英檢改成 把那個改成 日文的 日文的測驗的CAI 已經有做出來了 可能在 期末的時候 他會來DEMO 我現在 這個應該做好了吧 只是拿這個來改而已嗎 後來沒有再改版 之後可以再改成資料庫版吧 我們之後還會再講資料庫 所以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不過剛開始 盡量找一個你熟悉的東西 你也不要把它弄得很複雜 反正 程式也許你還不太熟練的情況下 我是建議你可以修改程式為主 到你慢慢熟練之後你再來盡量 不過還是將來複製貼上還是最簡單的 因為你會發現像我也上次問志高說你怎麼寫的 他說也是直接複製貼上改 是不是應該沒有從頭打吧 對啊 應該比較不容易錯啦 不過有些地方你也不能說我從頭到尾都是複製貼上 將來還是要試著自己動手一下啦 對即便用改的就已經還是有問題 更何況用自己打的 那問題更大 所以不過至少你要知道從哪邊貼到哪邊吧 所以一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步驟流程 我們一個step開始 第一個步驟的話呢 我們直接在那個跟目錄下面按右鍵喔 記得喔是這個目錄喔 按右鍵新增一個檔案 檔案的名稱也許叫什麼 因為我要讀檔嘛 叫MANS 點TST好了 假設這個 意思我要把那個1到12月的資料 放在這個純文字檔裡面按完成 那它會自動幫我開啟 開起來之後的話 不過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是在這邊加的檔喔 它有可能是UTL8喔 因為我們預設好像改UTL8 所以你將來開檔可能要 encoding等於UTL8 這可能等一下看一下 再來的話呢 把這些有沒有 在String裡面的東西 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Ctrl C 然後呢 貼到那個什麼MANS 因為我要把它改寫這一段 那裡面的話呢 當然會有一些雙引號怎麼辦 你可以按Ctrl F Ctrl F就可以跳出取代嘛 你把這些全部取代掉 就是雙引號有沒有 把它全部取代成沒有好了 全部取代就可以了 取代完之後的話呢 不需要的東西把它拿掉 那意思就是說 它中間分格符號就斗點 因為我這個程式是 第一個是空的 因為我的那個位置 我希望從 第一月就是1開始 不要說第一月從0開始 因為串列的位置一定從0開始嘛 那如果從0開始 你要一下要加1要減1 你會搞不清楚到底 是要什麼時候加1什麼 乾脆你全部都變成 對應的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們有個方法就是前面 把它控一個 控一個位置 也就是說0的地方 就是控下來不要用就好了 最後把它save一下 好 那我們已經把什麼呢 把這個MathCli的這個 串列的資料 先放在外部囉 OK 那這個當然喔 以後你們也可以這樣做啦 比如說你在練習的時候 你可以先 預先把串列先寫好 那以後的話 你再把它搬到外面 可是要怎麼搬到外面呢 你就是把這邊複製貼 第一步step1 應該沒問題啦 可以懂嗎 再來2 要把什麼呢 剛剛這一行把它修改成讀取 那我是建議如果你在修改前呢 建議是把原來你這個Cli的程式 你在修改程式前記得複製 再重新貼上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 你沒有直接複製貼上直接改 你舊的程式會不見 你將來就無從比較了啦 我怕擔心會有那個 所以呢 我就把它關掉 重新開這個2來改 那改應該改哪裡 就是這個東西呢 將來是獨檔過來的 可是現在沒有嘛 所以怎麼辦呢 你就是 怎麼獨檔 還記得吧 如果忘記沒關係嘛 上禮拜才講過 那之前也跟各位講 如果你不會的話 至少你會Ctrl-C Ctrl-V吧 這個複製一下嘛 那複製之後的話呢 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一行的上面 貼上 然後它去哪邊去抓呢 不用R 因為我是 相同目錄底下的那個什麼 MANS 點TST R嘛 不過不確定是不是UTF吧 沒關係 如果錯誤 它會卡在那裡告訴你 你再來改就OK了 應該知道改了 再把它Splitter 這個後面的話 就Splitter給誰呢 這個列印不用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這個地方應該是Splitter之後的東西 把它丟給 MANS String 所以這個Ctrl-C 把這個東西貼到前面就可以了 那下面這一行呢 就把它關掉就可以了 或者刪掉也可以啦 這個把它關掉 這一行這一行 OK 好 也就是說呢 本來是從內部直接寫好的 現在改有什麼呢 外部 讀進來之後 再切割給它 這樣應該可以理解啦 其他都沒有改嘛 OK 第二部喔 第二部就是把那個之前我們寫讀檔 所以其實只有總共要加幾行呢 總共加 不過好像只有讀一行 所以只有讀一行 那乾脆就不用不用那麼麻煩 跑個回圈 你可以怎麼樣呢 你可以直接用什麼 直接用一行就好了嗎 不過之前有講過 直接一行怎麼F等於什麼 F點點什麼呢 Read Line有沒有 Read Line這個方法 把這一行讀進來之後 然後呢 欸 透過它怎麼樣呢 Read Line之後的話呢 丟給一個S 假設這邊有一個S的變數去接 把如進來的這一行丟給S 然後呢 透過 欸 或者乾脆叫Line好了 好啦 反正就是這個名稱也可以 就是丟給它之後 它再去幫我裡面的那個Sprits 把它切割一下 切割完之後的話呢 就把它關閉 但是如果你擔心說 欸 寫完了嗎 可是你沒有把握 那怎麼辦 你可以組行啊 不過我們先跑跑看 這一行能不能過 如果這一行可以過的話 理論上應該OK了 儲存一下 所以基本上 一 建一個Mans.tst 二 去把它開起來 讀進來 再來就執行一下 OK 看一下它有沒有錯 Sprits 我剛剛漏了這個刮鬍 我剛剛漏了這個刮鬍 也就是把這個開起來之後的東西 讀到F 然後把它Realize進來 那不過因為這個地方 沒有encoding編碼 主要原因是因為裡面沒有中文字 沒有中文字其實放哪裡都沒關係 因為它不管是UT58或CP950 裡面的英文字的位置應該是一樣的 所以並不會影響 OK 那當然未來如果說你有全名音檢 或者是說你外部的檔案 如果有中文字在裡面的話 那可能要注意一下 OK 好 那讀進來這個應該沒問題啦 反正讀檔的話 就是用F等於Open 這個檔案 放在這個物件裡面 那F這個物件本身有個Realize 如果你也只有一行的話 那你就Realize 加一個小瓜糊就可以 然後把它讀到這個 讀進來它是一個什麼 一個自串喔 OK 一串的嘛 中間有豆點 可是如果說你一個自串 將來要抓第幾個的話 很不方便 所以呢 通常會怎麼樣 再把它切割 比如說第一個放在0 第二個放在1 放位置 以後的話呢 就可以分開去把 比如說你1月 那就是把1月的那個什麼呢 Jenner這個把它抓過來 那如果你2月的話呢 就Favor 就把那個這個Favor 這個把它抓過來 有沒有 以此類推啦 那如果你不是一個 串列的話 List就 抓就非常不方便 這跟資料庫也很類似啦 你沒有把它放在 就像那個儲存 那個Excel儲存格 一格一格的嘛 那當然 自串的話就串在一起 串在一起 沒辦法使用啦 你說 你直接拿過它就給你一串啦 就像你買香蕉一樣嘛 我要 我要第幾根香蕉 對不對 可以拿起來 那如果你說 整個賣給你 那你拿回去就一串啦 除非你把它分割開來 分別放 我要第幾根香蕉 對不對 就跟一個房間一樣嘛 你房間 可能建商賣給你的時候 他沒有隔間 那你隔怎麼辦 你要自己隔間嘛 誰住哪裡誰住哪裡 不然的話呢 怎麼怎麼住 大家都住在一整間嘛 就像這間空間這麼大 一樣的道理 好那我們再來的話 就是Random 取得一個1到12的亂數 那這個1到12 反正隨便抓一個 我隨便去取一個 然後呢 這個前面都講過啦 要判斷一下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把它讀進來看一下 基本上 直接讀取 這個是幾月 July 假設我輸入一個錯的 答錯了 那應該是幾月呢 7月嘛 Enter 答案正確 OK 其實我是建議啦 如果家有小朋友的話 你剛才寫一個Python程式 那內容拿什麼 拿他們學校最近 他們學校的那個測驗題 有沒有 他網路上能不能撈到一些那些題目 如果可以的話 你就拿來給他做 請問 什麼12就是也是選擇題啊 然後123哪一個是對的 如果你沒有全部做完的話 就不能離開那個 對齁 我其實也可以想想想一方法 順便把這些東西融入到生活裡面 讓小朋友說 這爸爸寫的 對不對齁 這媽媽寫的 對不對齁 那要是變更一下 改成什麼呢 改成外部讀取 那我大概就只有改兩個地方嘛 一 就是 建一個什麼呢 建一個那個 這個 齁 TST 那特別說 這個是按右鍵齁 新增 插入一個檔案嘛 對齁 然後把東西貼上去 把裡面的雙引號拿掉 齁 二的話呢 就是把 原來是 這個讀取 原來是直接指定的 改成讀取 到 這個 這個 這個地方 讀進來的話 也是一樣 應該可以理解吧齁 反正這個東西 其他都一樣 所以其他我都沒改 齁 好 這個是 第一個變化題 那因為我們上個禮拜 講了兩個東西 一個是 讀檔 所以應該各位對讀檔 應該越來越有感覺了齁 啊 第二個是什麼呢 叫做 MANCE的CAI 把它改成字典檔 誒 字典檔 這個很重要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以後齁 你們的字典啊 一定是一個 比如說 一個是 英文 一個是 中文 有沒有 英文中文 英文中文 假設全民英檢的話 一定會有個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 對不對 那如果說 你今天要放兩個的話 你變成你 又變成你可能 要不就是你分兩個檔 一個是英文 一個是中文 然後分別讀進來 可是這樣好像也不太合理啦齁 所以怎麼做比較好呢 也許你 假設是一個字典檔 那我們要怎麼去處理齁 如果我們這個做個變化題 就是延伸上個禮拜的字典的這個概念 那如果說我今天 MANCE CAI 也要改成什麼呢 改成字典的形態 OK 也就是原來的MANCE CAI 如果我希望呢 上面本來是一個MANCE STREET 有沒有 那我現在把它改成Dictionary 那Dictionary裡面的話呢 這邊的話就是 一樣嘛 一定是 Key Value 豆點 第一個 就是一定會有 Visor是一個嘛 這個是 一個Key 一個Value 再來的話呢 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 把它分別做成像這樣的結構 不過這個結構是我自己打 先把它改 改出來的 可是未來其實也可以把它變成外部讀取啦 這個當然也是可以再結合 你們可以四個部分可以自己試改看看 其他的話呢 就是說 一樣把Key讀過來 Key的話就是 就是前面的那個英文名稱 Value的話呢 就是幾月份 所以Key讀進來 Value讀進來 然後判斷一下 這是幾月 所以這幾月的話呢 一樣 把Key的東西放在這裡 所以 怎麼去修改 我想喔 你們也可以想想看 這個給各位一個方向 然後 比如說我隨便打一個錯誤的 然後呢 再打一個正確的 這應該是幾月呢 8月嘛 OK 答案正確 欸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呢 你說Mind CI 能不能把它改成字典的型態 可以啊 所以 關鍵就是在什麼 把原來的Mind Stream 的串列 改成Diction 那當你要抓的時候呢 一定也是 抓它 前面一定是Key 有沒有 所以Key的話 你一定要先跳出來 所以問題為 欸 你一定要抓Key 所以這邊的話 我是什麼 String 先把Key抓出來 那因為Key抓出來之後的話 這是幾月 這裡好像加一個String 有點多 因為本身它就是一個String 所以這個也許 我記得 這應該可以拿掉吧 這是幾月 Key 然後這是幾月 然後呢 你要輸入哪一個月份 再去做判斷 那判斷的話 一定是從Value Value這個串列 去比對 OK 所以如果把那個String 拿掉 我想應該也是會是正確的吧 11月 對 因為本身它就是 已經是個自串 所以其實外面再包個 自串好像有點多餘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那剛剛我講的東西 基本上呢 我也把它貼到 那個雲端上面 有沒有 這個 1 先做 做完之後的話 試試看 再把它改成這個 所謂的四點檔 Dictionary 試試看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還有一些其他的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